Layu聊四季天梯的融蟹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波斯人 這三比賽是天梯的遷移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越南人 越南人擁有升級經濟科技最快的文明特色 而且經濟升級的時候是不需要木材的 所以他只需要弱就可以把經濟科技一直迅速點上去 越南人除此之外他的射箭場單位血量也會比較多 雖然血量加成服務不多 但是這個血量加成 讓他變成可以扛出一發輕型頭實測的傷害 所以越南人的工兵也算是比較沒那麼好解掉的一個文明 後期的越南人還有這個420滴血的毛相符可以用 後期主要搭配是打槍兵 配上毛相符還有騰甲工兵 帝王戰毛 還有火炮這些東西作為主力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還有碼頭的工作效率 從黑暗時代開始就有5%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不管他是要升級科技或是產生漁船 或是點織布技術升級時代 就可以持到這個效果 到了電腦時代則是有20%的工作效率 所以波斯這個文明不管是陸戰圖或是海戰圖 他的加成都是不錯的一個能力 波斯人後期有知名的波斯戰象 還有薩瓦爾奇兵 還有波斯工兵都可以拿來使用 波斯人他的劍兵器比較弱一點 甚至連雙手劍兵都沒有 所以後期可能只能用擊兵 配上這個薩巴爾或中砂駱駝戰象 作為主力 那他的升旅科技也不是非常完善的 所以波斯人他是比較需要 利用單位去化解敵方的升陀戰術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遷移 遷移的話一開始有一個島 是自己的島 那自己的島只有這些資源 那中間的部分呢是有大量的聖物 還有礦產資源 所以這個我會把它稱為主島 這個主要的戰區都在這個島上 那這個我都會把它稱為本島 那在本島的部分呢 資源量是非常稀缺的 但也沒到非常慘 至少還有一些墓區 但最後呢島上資源還是會用盡的 所以趕快去島上開出自己的經濟 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那海戰圖呢通常都是不能放棄打海戰的 所以兩邊應該是會先往海戰的方向去發展 那波斯這邊呢 是也可以考慮直接直城 或是風箭打快攻都可以 那要看兩邊的戰術選擇 那我是覺得 這張地圖打直城會有風險 因為如果你去打直城的話 最大的風險就是你有可能很難上島 那如果你風箭就開始打這個戰船呢 你的戰艦到對方家裡 可能對方升級都還沒有升級上去 那我們這邊看到 越南這邊是想要打直城喔 那道特這邊是打一個風箭快攻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戰略選擇 直城跟這個戰船快攻 到底是哪個更有優勢一點 那越南人這邊是25P 3P 點下風箭時代升級 然後開始出魚團 出道六艘 補下第二個碼頭 而且沒有挖這個木 沒有吃果子喔 那這個配置就蠻奇特的喔 他這麼晚上風箭時代 然後下雙碼頭 那可能要下到第三個碼頭才可以 如果他要這樣子打的話 三碼頭才有可能夾得住 如果他沒三碼頭 可能就會瞬間炸裂 損甘爆炸的那種 那大約黃金出來村民還要繼續補黃金喔 那大會肉量大會有可能會有缺乏的問題 這邊問題蠻多的喔 越南這邊 大會有可能會斷村喔 好 好 被射掉一艘漁船 哇 這時間上去真的太慢啦 他這個升時代的配置怪怪的 正常文明都不會這樣射 看起來有點奇特 不應該這樣打才對的 果然漁船被直接射爛 好 早點升風箭上去 趕快打一個快攻壓制喔 還是比較安心的 好 那這艘戰船還空到了蓋碼頭 村民甚至連織布都還在偷 剩下七滴血 差點被收掉 好 但是越南這邊的戰劍也開始慢慢多了起來 好 這邊村民出來 繼續補黃金 稍微有點斷肉囉 好 最後還有生鯧魚船活了下來 OK 這個黃金補到六個人挖金 戰劍努力出 但還是有點缺乏 這根碼頭 有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喔 好 兩邊都是打戰劍 好 那越南這邊的戰劍 是比較少一點點 這邊是九艘 對上七艘上方 他們還有一艘戰劍還在蘆曉 喔 這時候 波斯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那戰劍這個船隻喔 是需要升級攻防 攻擊力喔 才會提升這個 戰劍的傷害喔 跟射程 好 再點掉一發 喔 又再點掉了一發 看起來不錯 好 兩邊都是來到了十燒灼的戰劍 那這邊是有一級射 誰優勢就越大 那目前越南人 還沒有點下一級射 剛剛由於去 採果子喔 有點算慢採 好 現在有六個人在採 先來爆採果子 好 會撒農田 好 那上方 越南還偷偷帶了一艘火戰船 從後面偷襲波斯 波斯這邊稍微被騷擾到了一下 而且漁船沒有繼續補 只有一艘漁船而已 哇 結果正面直接開戰 越南人直接不演了 直接往你上面A的上去 那兩邊的戰劍數量是差不多的喔 路死誰才會不知道 但這邊 對越南人比較有利 這邊出兵點 離越南較近一些喔 結果越南慢慢把這個 海戰劣勢給打了回來 那越南這邊也成功收掉了 波斯最後一艘旅船 所以現在以優勢來說 是以波斯這邊陷入劣勢喔 越南還有三艘漁船 甚至在偷捕漁船 沒有想到越南直接一個經濟大爆發 開始反撲波斯 後面還有兩艘戰船在繞這個海域 反撲斯其實一艘漁船都沒有了 左邊要來上島了 點下了運輸船艦 城堡斯大概也補下 看起來波斯這邊可以先上島 這邊海戰可能要再拖一下 這邊盡量不要全部送掉 繼續爭取一點時間就可以了 但越南這邊似乎沒有想要 讓對方順利上去喔 這也是想要繼續進攻 反正他可能意識到 對方的今生城堡時代了 分數比較低一點點 上時代以前分數都會下降一些 OK 當然升上去之後 分數就反而抄回去了 這邊只有成功上島 載了四隻村民跟一隻刺猴 運輸船要逃開嗎 但是後面也有戰艦 這邊會直接上 因為這邊是波斯先生時代 所以越南一定想要開戰 想要讓他升級前 多收幾艘戰艦 這樣變身之後戰船會比較少 那確實波斯這邊戰艦變少 但是越南這邊戰艦雖然還很多 還有八艘 後面還在繼續補 二級射了弩炮戰艦升級好了 現在射成優勢展開 這裡感覺要補幾艘火戰船 才能扛得住喔 OK 補了一個火戰船 弩炮戰艦還有十秒 越南人這邊還偷點了一個二級伐木 對方升到弩炮戰艦了 波斯這邊很有可能 海戰要打不贏 只要一旦棄海的話 波斯這邊的海域就會很危險 甚至本島上的資源都會被封鎖住 很早的機會 這邊挖個石頭 蓋一根城堡 波斯箭塔 稍微防守一下岸邊 讓岸邊的伐木區 可以正常運營就可以了 那家裡補下了 這裡中間的主島 已經補下了修道院 城鎖中心也開了第二個 雖然輸了海戰 但是中間開的城鎖中心 數量是優於越南這邊的 但越南這邊也是一上島 開始開下了自己的城鎖中心 正面開始挖石頭 也就四個人在挖 城堡應該要挖一段時間才能挖出來 海戰的部分 看起來還是被壓制住了 但還是沒有完全放棄了 開始先轉火戰船 想用數量壓制對手 好那這邊 繼續用刺猴探一下路 唉唷 這邊發現對手已經上島了 所以上島 越南先補了一個軍營 因為他這裡 在家裡沒有補軍營 所以要補馬舅 或是補射箭場 就是要先下個軍營的 OK這邊火戰船出來 燒了幾艘 但是還是有點多 這邊越南拉打拉得很不錯 中間補下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波斯直接打一個森頭 那對手越南轉出了馬舅 看到工程七製造所 就是轉馬舅 這個判斷非常正確 而且應該也是有看到修道院了 大尾可能先轉肉馬 肉馬轉出來 再去轉這個騎士也有可能 唉唷 結果這邊直接轉騎士嗎 哇 這麼不屑波斯的生旅就對了 好 騎士一出來生旅有機會招翔嗎 壞招 啊 這個帶CD 招不了 收 收進去 OK 好 結果這邊五聖物 都已經減完了 現在波斯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黃金上非常多 但海戰已經全面潰敗了 越南這邊直接一個單TC樹地王 地龍師帶來升級的非常快 外面老頭出來直接招翔掉這隻騎士解決掉 前方開始出了一些衝車 但越南這邊也是轉出了炸藥桶 開始去炸城堡下方的這個衝車 炸藥桶打衝車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我來再看一下這一波傷害 應該可以炸掉一台了 喔 結果先炸一個蠻血的 所以兩到三隻可以確定擊殺一個衝車 應該是兩個就夠了吧 印象中是兩個 三個應該是不用 好 炸了一發 哇 炸了個空虛 在空中爆炸 OK 那上方的碼頭也被拆光了 現在波斯的海域只能有火戰團稍微擋下 趕快補下箭塔 趁現在還能蓋箭塔的時候趕快補下 讓自己的本島有這個防守的能力 不至於岸邊一直被騷擾 好 這邊炸了一波 OK 兩個自爆兵 成功擊殺掉了一個空車 那波斯這邊黃金數量非常多 還沒有靠買賣上去 這邊應該要趕快買個500肉 先點地龍時代先 可能會好一點 我現在黃金太多了 經濟調解一下 會對自身經濟會好一些 但是買500肉會很傷經濟的 黃金大筆大筆的話 很快就沒錢 好 那升到越南這邊 喔 受不了了 道德這邊看到對手 升到地龍時代 唉呦 唉呦 你怎麼地王了 趕快買賣一波 買了300肉 花了482塊黃金 好 那這邊趕快升地王 對方的巨型投擲機 待會就可以架起來了 那這邊通車可能不能停耶 待會還要繼續補一些 那這邊通車主要的目的 要去頂對方巨型投擲機 盡量不要讓他架起來就行 但只要離開這個射程範圍外 這個沖車就 沒轍了 就沒轍了 所以 待會這邊還是要看一下 波斯道德這邊會怎麼解這個城堡的問題 因為自己的城堡 還有一分半才可以產巨型投擲機 但越南這邊也沒有馬上按巨頭 好 當然越南現在有海戰優勢 可以拉幾艘戰艦喔 去把這個戰艦放在城堡後放 去射沖車也OK 好 那波斯這邊已經把沿岸地區 插下了防禦箭塔 這邊 劉帽戰艦打這個 戰塔 這個 這個 這個防禦箭塔 打的傷害有點高啊 哇 很難得看到 有人會直接用奴炮戰艦去守屍箭塔 好多會帶火炮戰船 來解 好 但這邊道德修理 反應非常快速 直接肉身扛戰艦 這張其實不虧喔 雖然幾隻村民被消滅掉 但至少戰艦數量大幅下降 待會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回海戰 好 回到中間戰場 這邊果然巨型頭司機還是產出了 當然這邊第一台產出的時候 波斯也升到了帝王十代 待會也可以轉出自己的 這個重裝騎士 開始壓制對手 那目前現在島上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喔 這裡直接是開5TC 哇 五個城鎮中心暴農 但越南上面也是偷偷登陸了 波斯似乎沒有注意到 現在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中間這根堡 兩邊城堡血量掉很快 波斯這邊點下了化學 先補了化學 還不知道對手越南這邊轉的兵是什麼 還在打海戰 這裡有些村民為了修城堡 被城堡給射死 太尷尬了 波斯這邊沒有人可以修城堡 只要去修城堡 村民都被城堡給射掉了 好兩邊有可能會互相換城堡 再一發 應該來不及修回來了 倒掉兩邊同時倒 OK 現在雙方都沒有城堡的寶負了 這邊勢必要趕快轉一些兵力來打 這邊就我自己被換掉了一台巨型托斯機 或是在後方的高地補了一根城堡 不然至少自己的本島還是處於浴泥的狀態 有插了一些劍塔 待會可以撒農田 待會肉量就不會這麼缺乏 那越南這邊要繼續攻擊它的本島 要繼續延續海上優勢的話 要趕快點下這個化學 點出火炮戰劍 那剛剛迫事點下化學之後轉出的東西是火炮 但距離頭C傷害很高 好像有機會可以先要拆掉後面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能夠拆掉的話 後面的火炮就有機會 可以產生出來 兩隻騰甲弓箭手 射稱名傷害非常高 但後方的城堡中心也順利收掉了 火炮出來可能要先打成甲弓兵 因為成甲弓兵有點麻煩 一炮兩隻弓兵 先把成甲弓兵擊退了 才能出去 因為成甲弓兵射火炮其實傷害很高的 這邊巨頭開始轉向攻擊火炮 這邊有細節 躲掉 躲掉兩發巨頭傷害 這邊只要打三炮 就能收掉一台巨型投射機 OK 哇 結果自己也被收了 哇 這位巨頭有點準 波士串兵來到了130村 而且支援分配 是主要肉比較多 這邊趕快轉出薩瓦爾 去打越南的騰甲弓兵 是蠻合適的 畢竟薩瓦爾打弓兵 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而且 遠防防禦力 比遊俠還要多了一點 所以波士串這邊轉薩瓦 是一個首選 結果這邊轉出來的東西不是薩瓦爾 而是轉出波士戰象的升級 精銳戰象 哇靠 這個花錢大手筆阿 好 越南人果然轉出了火炮戰劍 已經有兩艘了 火炮戰劍現在才剛出來 好 要先來拆除的是上方的 好右邊 右邊 不好意思 右邊 右邊的這個劍塔 可能要先拆掉 好 這邊直接衝到了城鎮中心裡面 扛著箭矢 波士戰象 正在屯基當中 好 趕快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波斯點下了波斯城堡 波斯城堡點下之後 波斯城堡就會減少25%的額外增傷效果 而且打衝車跟步兵也會額外增傷 所以波斯城堡會打步兵或衝車 解的速度都非常快 而且射出來的不再是箭矢 而是砲彈 城堡會射砲彈 這個是波斯獨有的特性 下方果然還是被火炮戰船打出了一個破口 所有的戰艦開始可以從岸兵攻擊內陸的建築物了 越南這邊繼續補下了步兵的鎧甲 應該有意識到 待會他要面臨的是 波斯戰象 地名又要來了 實戰地名 好 這裡開始有點被騷擾到了 反正這裡沒有辦法 本人村民要往後種田 但至少本島的木頭已經挖完了 還不錯 好 看一下這波波斯戰下出去 第一波遇到對方的擊兵 抽掉了一些血量 讓波斯城堡好了 現在撤出來的東西都是砲彈 打敵方的擊兵 一發一支沒有問題 好 波斯戰象直接頂掉了一些擊兵 但是戰象也是死了蠻多隻的 但擊兵順利頂掉了一排 而且波斯戰象擁有全範圍的擴散傷害效果 他的全身周圍都有 不像毛相夫 只有前面的30度有 這個擴散傷害的能力 哇 波斯戰象想要直接往前頂掉這根城堡有機會嗎 右邊的波斯城堡已經被巨型頭石機給拆掉了 雖然有減免25%傷害效果 但是自己還是要一扛著這麼多的巨型頭石機 還是會吃不消的 好 下方的問題也開始被弱馬 被打到有點聖火法治理 村民被挖礦也被抓包 波斯現在四處著火 而且本島的部分也在被攻城當中 感覺越南這一波有可能會把波斯的本島給拆掉 但是這張地圖的中心點 主島才是重點 只要主打人打得贏 就基本上就贏了這場比賽 本島被騷擾不是重點 重點是主島這裡要拿下對手 好 那越南這裡並沒有轉一些僧侶出來招搶戰象 有點可惜了 這邊槍兵加僧侶 趕快要踩出才比較好 戰象現在是來一隻槍兵撞一隻槍兵 但是道德這邊也是把自己的資源用乾了 只剩下少量的黃金跟少量的食物 精銳戰象攻擊力20加1 血量620滴血 驚人的血量 總血量高達8000多滴 還在繼續抵 這邊越南的肉類已經開始不夠了 但槍兵還在繼續按 好 這些肉麻還是打完左邊開始往上跑 看能不能多收一些波斯的村民 波斯這邊村民數也開始慢慢往下降 只剩下118村 波斯戰象的問題終於要被控制住了 大量槍兵終究還是戳掉了戰象 雖然戰象能夠打贏擊兵 但是是沒有辦法長時間跟擊兵抗戰的 打成資源戰子的話 戰象必輸 單挑贏 但是長期以來交換一定是輸給對手擊兵的 戰象還是貴啊 雖然沒有像以前這麼貴了 好 這邊想要頂火炮戰劍 但是頂不到 這邊地名發動的時間雖然有點早 但是越南這邊的轉兵也是轉得相當OK 直接一波搓爛波斯的前線 波斯戰象直接爆開 這邊要打贏對方的擊兵 這邊波斯最好是要轉火槍 或是轉波斯攻兵會比較好 當然不管要轉什麼呢 現在波斯沒有足夠的其他經濟可以轉出來 即使這邊轉出戰象也只能擋一手 只要自己島上的本島 主島的這個殘寶全部被收掉了 就沒有辦法產出擊戰力了 要產出火槍兵那些也來不及了 而且現在一片狼藉 只能打出聚集 這裡應該是最近的波斯戰象出來 居然還有人擋下來 當然也是因為越南這邊的一個築城戰法 築得很好 裡面的巨型偷刺機層層包圍住 讓波斯戰象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空襲到巨型偷刺機 那這還四台巨頭 抽掉自己的神寶之後 讓自己的產能 沒有辦法繼續產出戰象 這也是越南的一個策略 那我覺得他的策略打得非常好 下面還有兩艘火爆戰艦 繼續在攻城 OK 那雖然道德加里的本島呢 是已經有守住的跡象 但是卻丟失了主島的控制權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越南人拿下了七萬五千的支援 波斯大概輸了三千 軍事方面呢 則是波斯贏了1.10的KT 畢竟波斯戰象本來就是KT 只會很好的一個單位 但最終還是輸掉了比賽 好 那我覺得越南這一波的意識非常好 看到波斯這邊的城堡有差旗幟 結果馬上意識到 對方是要打波斯戰象了 就算波斯這裡沒有打波斯戰象 如果轉出薩瓦爾 針對自己的藤甲工兵 那也是轉 畢竟槍兵打薩瓦爾也很痛 越南只要出藤甲工兵 配上自己的槍兵 基本上是可以頑克波斯這邊的強力兵種 而如果波斯要打 越南的這個藤甲工兵 配疾兵的方法的話 就只能配火槍 跟自己的波斯工兵 還有火砲 一些薩瓦爾即使去打掉正面才有可能 要轉出來的東西 是比越南還要更多 但是如果控的好的話 是有機會用波斯這個陣型 解掉藤甲工兵跟槍兵的這個組合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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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